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這紙巾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我告訴大家 原來是紙做的 是假的 但是有符咒在裡面 它就變成真的 有真佛中的印記在裡面 它就是真的 真佛中承認 說認同這個紙巾 是有用的 那就是真的 所以將來我們這個燒紙巾 要注意一下這個環保的問題 最好是說燒了沒有煙 不會影響到大家 影響環境 要注意這個問題 那個紙最好是用最好的紙 那個燒紙巾的爐 是用最新的 燒了沒有煙 也沒有什麼 它自然就在裡面化掉 這樣子燒紙巾就不會影響環保 但是環保 這個紙巾有沒有用 所謂的紙錢有沒有用 跟我們現在用的美金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有用 很多人動腦筋更厲害 他說發明真佛中這個支票 我Sign給你 Sign多少錢就是多少錢 你到另外一個世界去換 民間銀行去換 民間銀行去換 如果有師尊的這個 如果有師尊的這個 我們生活中的這個財務部長 我們生活中的財務部長 啥因呢 他就有用 是同樣的一個道理 如果沒有你自己弄得出來的這個支票 就跟那個小孩子到玩技店去買玩技 飛機是一樣的道理 不能用的 很多人共同認定這個紙巾有用 它就變成有用 我們修行是借這個假的 修出真的 修出真如 修出佛性 修出先天